白羊金牛雙子巨蟹獅子齒雷 天平天蠍射手摩蠍水平雙羽 星座只有12個 又哪有可能表達80億人的運程呢 嗯?不要那麼快結論 畢竟世界知名的NBTI職業性格測試 即使是STEP1簡化版 都是只有16種結果組合而已 但或多或少都給到一些概括性的指示 不可以單憑星座占卜只有一個區區12個 就說它是洪無價值的 只不過信也要知道自己信什麼才行 就好像信耶穌那樣 最起碼也要知道他是按照上帝的劇本 被猜獻成為血肉之軀為人類贖罪 一位無罪的人被壞人釘上十字架受難 但兩天之後就復活 連死過都可以翻山 要真心確信這個故事 這樣才會令你不得到為什麼信耶穌得永生 Sorry 赤完了 耶穌麻煩你借過一點 講回正題 那星座占卜又是什麼呢? 八樣座明明3月底線開始 但為什麼打開星座運程通常都是排他做第一個呢? 而且開始日期到底是3月20日21日還是22日 買定離所後面再開股 星星嘛電磁波也有個電字啊 天上見到的發光體 不是月亮金星星星星那些 他們反光真的不會發光的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天上見到的發光體 即是叫得上星星那些 他們還有一個很正經的名字叫做行星 那麼恆星又到底哪一塊恆 哪一塊恆呢? 就是除了太陽之外 恆星在天球上的位置是恆久不變的 欸...IT9...IT9 你解釋一個山字的時候呢 可不可以不要用另一個山字啊? 那沒辦法啦 唯有解釋什麼是天球啦 我們在地球看上去的天 那些星星就好像顯示是天空的這個大銀幕 有一點像香港太空館的天象廳那樣啦 而這個包著整個地球的假想球體銀幕 就叫做天球啦 天球上面的位置是可以用尺度座標系統去表示 在這個系統裡面 座標是分別由尺位Declaration和尺徑Right Ascension去構成 尺位0度也就是天球尺度的位置 正正就是地球尺度所延伸出來 尺位正90度就跟地球北極所指的方向一樣 而-90度就是南極的方向 而尺徑習慣上並不是用度數 而是用時角 由西至東的方向以0時到24時去表示 但是尺徑並不會跟著地球自轉而移動 也不會跟著公轉去移動的哦 尺徑用時角去表示在計算上是會帶來一些方便 例如說如果現在頭頂又或者天頂是指向3時的方向 那麼再過6個行星時 又即是大約6個小時之後呢 就會指到去3加6即是9時的方向了 但是地球就是這樣騰騰轉啊 谷花園 那麼到底哪裡才是尺徑0點呢? 尺徑0點是每年北半球春分點太陽在天球上面的位置 又即是在3月20日左右 當地球公轉移動到太陽光直射地球尺度那一刻 而那一刻太陽在天球上面的位置就是尺徑0點了 而因為那些行星離地球真是很遠很遠 夜空中最光也是數一數二近的天狼星都說在8.6光年那麼遠 即大約是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的54萬倍 所以即使地球會自轉和公轉 都不太會影響到那些行星距離在天球上面的位置 舉例如小紅做Alpha 1這顆星 它有另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是北極星 因為它是在尺位靜九十度左右的位置 所以無論春夏秋冬早早還是晚上 只要你在北半球都會看到它在北面的天空 但若然你身處於南半球 它就會躲在地平線之下而見不到它了 國際天文聯會IAU在1930年 學院將整個天球劃分成88個星座 星座有大有小 北半球見到的星座大部分都是沿用在二世紀 由古羅馬天文學家托勒密整理出來的48個星座 例如剛剛看到的北極星的小紅座 和它旁邊的大紅座 就是平時不碰天文學的大家都或者有聽過 有些在天球南面的星座 即是北半球見不到的星星 就是近幾百年隨著韓海術的發展 當歐洲人去到南半球才能見到 所以它們的形狀和名字來源就相對比較新 而在天球上面 這條線就是黃道 它代表地球攻轉一圈的時候 太陽在天球上經過的軌跡 而它所經過的星座就是黃道12星座 例如IT9是在巨蟹座出生的 意思就是出生那天 太陽運行到巨蟹座的範圍裡面 西洋尖聲學是起源於四千多年前的巴比類文明 星座運程雖然都是用黃道去做占卜 但就不是直接用天文學並以上的黃道12星座 根本原因是因為各個星座的大小都不一樣 所以星座運程說的是黃道12宮 它將天球切分成大小一樣的12等份 每一個宮的名字雖然跟對應的星座名都一樣 但每個宮的日子界線就跟黃道運行的軌跡比是有偏差的 根莫說現代88個星座的界線 是20世紀才被IAU畫出來 所以剛才的說法要修正一下 應該說IT9是巨蟹座出生才對 第一個宮就由北半球春分店開始掃起 即是每年3月20多號開始的白羊宮了 至於為什麼春分這麼重要的日子不是在一個更好記的日期 例如1月1號之旅 這個以後我們專門做影片給大家講解 剛才說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幾乎不會變 那前台詞就是會變了 我們在天空上見到一顆顆的行星都是在銀行鞋裡面 雖然它們都是為銀行鞋中心高速移動 不過因為它們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所以對它們在天球上的位置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最有力影響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其實就是地球自己 一個叫做尺度碎差的周期性運動 地球的情況就像一個陀螺一樣 自轉軸的傾斜方向會不斷改變 就地球而言一個碎差周期是22000年左右 巴比倫時代來現在大約已經有七分之一個碎差周期左右那麼久了 當年北半球春分的時候太陽的確是在白羊了 但由於天球赤徑零點是以北半球春分點為起點 隨著碎差運動所影響 春分點在天球上也會變得越來越早 去到現代春分的時候太陽已經在雙羽座的頭了 要差不多一個月後才會走到白羊座的範圍裡面 那用12弓去做尺度還準不準呢? 明明IT狗出生的時候實際上太陽其實在雙子座的位置先啦 根據尺星學來說12弓只是個名字而已 一早就說了12弓本來都是強硬劃分出來的12等分的啦 例如處女座就Food的巨蟹座多多聲 但不會因為這樣所以巨蟹的日子就短了嘛 專家說在特定季節出生的命運就有不同的特性 跟天文學上的黃道12星座是沒什麼關係的 至於天蠍座和人馬座之間的第13個黃道星座 蛇夫座的情況呢 它在黃道那部份的天空在古代的時候 其實是屬於天蠍座的 在IAU畫線的時候才是因為各種原因畫給蛇夫座的而已 如果說是跟季節有關的話 在南半球出生的朋友可能就要翻台了 不知道他們的星座運程要不要退回6個月去看呢? 即是澳洲在處女工出生的朋友 不再是完美主義者的代表 而變相遇才是? 嗯...真的要找一本澳洲版的星座運程書 看看才知道 甚至乎四季不明顯的新加坡 他們又怎麼算呢? 或者他們不相信星座運程呢? 而在選信和不信之間 還有其他選擇的 就是可以考慮一下印度尖聲術 它是用恆星旺道做開始的基準 即是白羊宮的起點就是白羊座的起點 然後一樣都是切12等份 今時今日印度尖聲術的白羊宮就會是4月中才開始 而不是3月20多號 即使春分因為歲差來得越來越早 白羊座的赤徑變得越來越硬 但以恆星旺道作為計算基準的話 每一個宮和恆星的相應關係並不會改變 而不會像西洋尖聲術用的回歸旺道那樣 跟著天球一直倒退 而若然大家都是選順著西洋尖聲術先 還有一個問題要考慮一下 如果國外是每月20多號頭出生的話 要檢查一下會不會一直搞錯自己是屬於哪一個宮 每一個宮都是20多號左右開始和結束 具體就是哪一天 其實每年都不同 並不是說3月21號踏正零點就是白羊宮的開始 我們現在的西力也就是隔離力 和宮轉運動並不是完全同步 所以才有潤連之類的東西 即是說春分那一刻 是在哪一日、哪一時、分、秒、年年都不一樣 就連帶後面每個宮的交替時刻都是不一樣 不過西洋尖聲術王道十二宮的劃分方法 就跟另一種中國傳統力法一模一樣 就是二十四節氣 不要以為節氣是中國東西 所以就跟月亮初一十五去計 節氣是跟太陽的 所以跟西力的日子會相對固定 例如清明年年都是4月4、5、6日的啦 二十四節氣的定義正正和黃道十二宮一樣 都是以黃道切出藥缸等份 不過節氣就切多一倍是二十四等份 八陽宮的日子範圍就是二十四節氣的春分、清明、谷雨之間 IT9所屬的巨蟹宮就是夏至、小暑和大暑之間 當然他們的分界到底即是一連中 具體邊日邊時邊分邊秒 每年都不一樣要查回當年的日曆才知道 所以剛剛踏正在二十號頭出生的朋友仔 覺得每次看星座運程都不太準的話 那就要按一按右上角條link去查真點 看看自己是幾號、幾時、幾分出生 看看會不會其實是自己一直搞錯了 是旁邊那個宮才對 當然啦 占卜的東西信不信由你 不要過分沉迷 如果信沒有自由意志的話 其實吃多少穿多少都是整定的 信有自由意志的 其實新迷夢希望前路由你創 我除了這個Youtube Channel之外 還有Facebook Page和Medium 還有不要忘記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 還有按鐘啊 不要忘記下車要按鐘啊知沒有 還沒走? 看看Youtube推薦你下一條片看吧